国际间的关注话题与我国有关就是美国对台的军售案 我们先来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提出了台湾和平源于实力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将会加速美国对我国的军售的速度 增加美台联合训练与计划 时间点就压在2023年到2032年 每年批准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项目 卢比欧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了乌克兰 不是独裁政权入侵邻国的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此入侵台湾将会是未来这10年内会发生的 所以台湾需要美国的支持 那么卢比欧提出的台湾和平源于实力法案 会让习近平与中共在侵略台湾之前多方的思考 而台湾和平源于实力法案 要求美国国防部每年审视美国捍卫台湾的作战依据 依照这个计划可以提出台湾可以取得的战力设备 同时也要求国务院加快这些项目的军售程序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为主席事网友 感谢观看